Nicola Yuenyue Reviewer待的事 李是子曼 彤彤 多謝CyCy的介紹 各位中洋的專家 各位醫生、教授, 大家好 葉界人士 早晨 我是Celine Tepp 我是今天代表香港大學臨床試驗中心 來到這裡 去跟大家分享中藥的臨床研究 我們的經驗 很感謝大會 中藥研究及發展委員會的邀請 我們中心來到這裡 是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講題的 大家看到這裡是我們中心主要的工作 我們核心的工作 不提太多時間因為有限 我們核心工作主要是我們管理臨床研究 做一些協調的工作 另外有一些特別的業務 就是在這裡 也都是有關我稍後說的 我們做的中藥臨床研究的一個範圍 我們有一個團隊 我和一群同事 他們裏面有包括medical decision 或者是一些我們叫做study site monitors 還有一些其他的處理data的 data management的專業人士 我們是一起去從臨床研究的開始 我們設計的臨床研究 由protocol development開始 去到set up the study 去監察 the study 做一些on-site monitoring 以及處理數據 以及最後是統計的數字 去找出研究的結果 當然中間我們會有 跟藥廠的專家 跟藥廠的專家合作 以及我們的專業的醫生 教授 我們叫做那個study的principle investigator 去合作做一個study 詳細那個中藥研究 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Canco Child Center 負責的 或者我們給了什麼的支持 待會我會詳細說 但是想說就是我們中心 其實多數都是做西藥的study 我想中藥的study 佔我們的study的數量 大約是十分一左右 所以要向大家多多學習 我提一下就是說 我們香港大學 就不只是我們臨床研究中心 去做中藥的study 也有一些 我相信是我們中醫學院 香港的中醫學院 港大的中醫學院 盧教授或者他們的團隊 會做很多的中藥的臨床研究 還有是個別的 我們香港大學的臨床部門 那些clinical department 他們都有一些的教授或醫生 他們都會有做中藥的研究的 我們做的香港大學 臨床試驗中心 我們從設計去到set up 到最後一連串的處理 管理的工作 我們是做哪一類型的中藥的臨床研究 我們過往經驗主要都是中成藥 他們都是在department of health那邊 就拿了過度註冊的certificate 全部都是sponsored study 都是中藥的藥廠 他們找我們去 無論是資源上 或者是在整個臨床研究 他的角色 他是一個sponsor的角色 其實簡單說 他會take up 整個臨床研究的 一個很主要 控制著整個臨床研究 無論是藥 或者是整個臨床研究的過程 的一個質量的一個角色 我們因為是一些忠誠藥 我們就用一個 test black box 的形式去做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為什麼可以有更好的一個設計呢? 就是因為我們以往遇到的一些忠誠藥 他們都是跟一般的忠藥一樣 就是那個active compound 以及那個藥理 那個 mode of action 他們是不清晰的 所以我們是用一個 test black box 的一個方法去處理 當然我們不是盲目地去 跟一些藥廠去做一些臨床研究 他們都有基本的 給我們一些在安全性 或者藥效性方面的 一些前臨床的數據 一些pre clinical 的 safety 和 efficacy 的 data 我們是看了 以及我們的主要的研究人員 principal investigator 他們看過 我們才會決定是 幫不幫忙做一個 這個這樣的臨床研究 我們用的方法 都是一些我們叫做一個 很傳統的 做一個臨床研究的方法去做 傳統的意思 大家可能經常會用測試西藥的方法去做 但其實我覺得 無論中藥也好、西藥也好 應該我們都是只有一套 試驗藥物的一個方法 我們因為沒有 我剛才說的 這些忠誠藥 我們不知道 mode of action 我們不知道 active compound 的時候 我們唯有就是 一開始就開始 在一個 phase 2 的 study 就是 proof of concept 的一個模式去做 當然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從一個 phase 1 的 dose finding 這樣的 approach去開始 我們所有這些忠誠藥的臨床研究 都是在衛生署的那個新的法例 就是說做臨床研究 我們要拿一個臨床研究的證明書 就是那個我們叫做clinical trial certificate 的這個法例 生效的之前去做的 那這個法例生效了之後 我們都準備一連串的跟藥廠去談 以及希望一起幫忙 就是可以拒絕到最近 就是好像剛才的 處長的解釋 就是他們的一些 preclinical的 數據的要求 那我們怎樣去做我們的臨床研究的呢 我們主要是建基於三大元素 做一個clinical trial的三大元素 就是我們要保護我們的trial subjects 就是受試者的安全 以及science的方面 data integrity的方面 我待會都會說多些關於這三個元素的東西 那麼詳細不多說 因為其實這個slice 是我們做一般的training的時候 我們一定不會說的一件事 還有我們要說完這三個元素 可能是要兩天的workshop去說的 那待會我會簡單提到 都是關於這三大元素的事 好了 剛才說過我們是做臨床研究 我們是用一個傳統 一個很高認受性的一個 research methodology去做的 那不需要多說了 一個 per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 我們多數的study 都是placebo control study 我想著了九成都是 除了有一個的情況 是我們用不到placebo的關係 那因為我們希望是 用一個最valid的一個design 去做我們的臨床研究 那麼另外呢就是 我們會有一些的 除了是single agent之外 我們會是做一些add-on的therapy 因為有些的disease 可能都是有一個standard treatment 有些文在 我們因為ethical issues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 拿走它 所以都是一個add-on effect 這樣去試 double-blind placebo control 還有這裡大家看到 triple blind triple blind 就多了一個 role 到它是不知道 就是在blind的 在那個study裡面 那就是我們的statistician 那這個是最高規格的一個做法 那麼我們的臨床研究會那個目標 我們要定得很清晰 很多時候我會見到有些的 就是臨床研究的protocol 我們叫做研究方案 那個目標他們是很多個的 那個主要的目標我們叫做primary objective 是不是那麼清晰的 也都未必是clinically relevant的 這樣 那麼 這一部分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整個study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樣東西 就是 我們要設一個我們叫做主要的study的end point primary end point 那個primary end point 是你的研究之後做完一連串的工作 去到最後計算的時候 會說這隻藥有效還是沒有效 就是靠這個你怎樣去定這個end point 這個end point 我們當然是要用一些 我們去定的時候是一個 一個很clinical relevant的parameter 還有就是說去test這個parameter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很valid的很reliable 那 我們定的primary end point 我們主要都是跟回我們的primary objective去定的 那我們是只有一個primary end point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做clinical study clinical trial 我們跟一般做research都是一樣的 我們要set一個hypothesis 那那個hypothesis就是去定我們那個sample size是怎樣的 那大家知道一個sample size你定得不準確呢 完全是可以將明明一種有效的藥是你做完那個study出來之後 是看不到一個效果的 那sample size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用一個我們anticipated的effect size 我們叫做我們預期的一個用了的藥之後 或者跟placebo去compare的時間 一個anticipated的一個difference 這樣一個差別 我們叫做anticipated effect size 那而 也都我們會當中是set up 我們study的power 我們的一個force positive rate定了是怎樣的 這樣去計一個sample size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step 也都很關鍵 就是你做完一連串的工作 去到最後那個結果是怎樣的 是不是可以用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去找到一個最真實的藥的效果出來 當然我們定endpoint的時候 我們都要很多specification 例如我們要定我們什麼時候用藥之後 留下什麼時候我們就會去看那個endpoint有沒有效果 那這裡有一些例子 是我們過往的忠誠藥研究 抽出的有幾個例子 那你看我們都是用 譬如不同的decease 我們都是用一些很recognize的 是很有代表性的去 measure到那種藥 或者那個symptoms的一些endpoint 例如OA osteoarthritis 那裡我們就有一個臨床鏡 我們是看那個痛 那個痛楚那方面 那我們 measure by visceral analog scale 我記得那個anticipate effect size 是四個cm的difference 那你看到一連串的都是一個我們做過的 臨床研究的一些endpoint 好了 那講了很多是在藥效方面的我們怎樣去定之外 或者是怎樣去看之外 在安全性當然我們都會做的 每一個臨床研究一定的了 裡面有一個endpoint就是safety 那麼safety我們是究竟怎樣去measure 其實做開西藥研究大家都知道的了 一個我們叫做ICH的guidligh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armonization 那麼這個guidlights裡面呢 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做醫療研究的 不同的方面的topics在裡面 那麼E2A就是主要就是那個 在我們define 怎樣去define一些我們叫做study的advocacy study的adverse event 還有是怎樣去reportadverse event 那麼這個guidlights主要是這樣 另外那個e6guid 可能在座都有很多人會是很熟的 那個e6guid就是那個good clinical practice 那麼我們會根據這些的那個ICH的定義 這樣去detect那個adverse event 那麼簡單說 可能大家在座未做過臨床研究的 簡單說就是說 我們是看用藥前和用藥之後 無論那個我們叫做adverse event 就是那個不良的反應有多麼大 那麼少 少至於我有少少覺得想吐 這個我們都是定義上是為之adverse event 又或者可能那個醫生覺得 你這些想吐不關這藥事的 是一些你今早起床 你昨天不夠睡的 就是這樣 那麼無論我們覺得那個關係是關和不關 有和沒有都好 我們都是定義那個event為之adverse event 那麼我們做臨床研究 很多時候那個精神就是說 我們寧願是over report 就是我們report多了 好過是under report 就是有很多東西原來是相關的 我們是沒有報告到 那麼我們去看這個adverse event 主要都是看incidence 就是那個發生的次數 那麼在不同的方面去看的 serious adverse event 就是我們有一個定義的 國際性的一個定義 就是說那個病人如果他入了醫院 那麼那個event 就是一個serious adverse event 也都是無論你覺得那個入醫院 是關這藥事或者不關這藥事 都是我們去定為是 就是sevious adverse event 那還有很多的definition 那麼另外就是我們會分去看那個 我們剛才說的relationship 還有就是那個event 究竟我們是不是預期的 在之前的臨床研究 或者是一些之前的前期的工作 會不會都有相關的adverse event 是report過的呢 report過的時候 我們就是當那個report 我們定義它為是一些expected 的eventive event 那麼severity也是我們會去看的 那麼很多時候不同的study 可能有不同定severity的定義 有些會是跟進一些國際性的 譬如NCI 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定義分事 的severity 的一個grading system 那麼我們有些study 例如是cancer的study 我們都會跟進的 那麼我們怎樣去做一些我們manage 安全的工作呢 那麼有很多的 今天時間關係 但是我未必可以很詳細去說 但是很重要 剛才譬如林醫生也解釋過 就是monitoring monitoring這裡的意思 不是就這樣遙遠地 就是我坐在這個office 然後就看一下數字 那個醫生他找了多少subjects 今天不是這樣 而是那個monitoring 是真的我們派一些專人去到臨床研究的地點 不同的部門 clinic 病房 我們真的去對那些他報出來的數據 是不是有根據的 有根據的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有一些原始個案 就是我們叫做source data 例如我們看他們的medical record 就是病人的medical record 又或者是一些藥的prescription之類之類的東西 那麼我們每一個 差不多每一個放下來report 或者record的臨床研究的數據 我們都是由這些原始的數據去支持的 我們有專人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麼其實主要都是想希望 出到來的data 剛才我其中一棟柱 data integrity 我們是希望做到最好的 那麼剛剛說 我們要report adverse events 一些不良的反應 那麼我們要知道 那麼我們怎樣去detect 怎樣去監察一下病人 他有沒有發生這些不良的反應 那麼這裡列了的這些assessment 都是一般很基本 我們一定會做的一些評估來的 例如醫生的和病人的一些檢查 physical exam vital sign 一些血裏面的指數 譬如biochemistry就是裡面 包括了肝功能、腎功能的一些指數 還有是hematology 就是report cell report cell 這些這樣 的基本的 我們叫做safety的assessment 那麼尿液那方面 我們都有某些研究 我們都會做的 都是一些基本的safety assessment ECG、echo 就是如果那種中藥 它都是有一個之前的 知道的 是一個known的一個effect 就是會在那個心臟那方面 的時候 那麼我們做的監察的assessment 我們可能是包含echo cardiogram 那麼pregnancy test 我們一定會做的 因為臨場研究 我們一定不會是include pregnant pregnant的女士 或者她有機會pregnant的時候 我們都有很多相關的事情要做的 所以這一部分 都是一個很基本 我們做臨場研究的一些安全的監察 另外就是我們很靠 我們的研究員 很主動地去找出 有沒有一些我們叫做safety event的情況 無論是一些我們預計 可能會發生的 就是病人可能會發生的 一些safety event 又或者是一些 一些non-solicited的 就是我們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總之 overall in general 我們都 我們的團隊 在醫生那邊 clinical那邊的團隊 他們會做這個工作 另外我們都會叫 要investigator那邊 收集很多關於病人 除了是用這個我們研究的中藥之外 其他他用藥的情況 都要收集這個資料來給我們 因為其他的用藥可能都是相關 和那些safety event有關 又或者是說 有個可能是和中藥有一個效果 這樣 這個我們是需要拿一個 這方面的資料 另外就是說 因為 現在我們有一個的中成藥 病人多了一隻藥 那時候 如果他本身都用著 一些他自己用的藥 或者那個disease的 一些standard的treatment的時候 那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叫他們 用個中藥 跟他平時用的其他藥 都是相隔一段時間才好用 不要一次過把所有藥都放進口裡 因為我們始終沒有一些 drug-to-drug interaction的 就是好像西藥的一些 很systematic的一些testing 所以這方面我們希望 這樣去做 就是對病人安全一些 另外我們有某些study 特別是high risk的study 我們就會set up 一個我們叫做 data safety monitoring committee 那他們是一群什麼人呢 那他們是一群獨立人士 獨立的意思是 他們不是做那個臨場研究的 他們是跟那個中藥廠下 沒有一個conflict of interest的情況在那裡 那我們以往的例子 例如我們找我們大學的 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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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他們是那方面的醫生 專科醫生之外 那這個bord裡面 或者這個committee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study session 在裡面的 那study session 的功能就是 就是要來幫忙解釋一下那個 那些data 怎樣去interpret 那他的role就是這樣 那另外就是 就是我們這個committee 雖然人數不是太多 但是呢 我們都希望大家是坐在一起 這樣去談那些的 我們拿回來的安全的數據 就不是各自自己 坐在自己的office去看 那樣 因為相信就是 through a discussion 這樣的形式 是那個效果會是好一點 那另外呢 那另外就是 那個smc 那他看完一輪 那些safety的數據 是怎樣呢 他們下一步是怎樣呢 那他們的做法就是 會給一些建議 藥廠或者那個研究團隊 究竟那個study 是不是可以繼續 還是說要停了 又或者是中間有些什麼要更改 那剛才說了efficacy那方面 safety那方面 那我們做一個臨場研究 我們不只是focus on這兩樣東西 那我們在病人那邊的ethical 那個concern 我們都是要顧及到 還有general那個臨場研究的quality 我們都是comply的 我們那個大原則 我們經常說的 就是我們做study 我們是要跟那個protocol 那個研究方案 ISAC GCP guidelines 那接下來我們的第一個 經過新的法例推出之後 我們第一個的中藥的臨場研究 我們要跟香港的中藥的研究 的GCP guidelines 但是其實就很相似的兩個家 所以我們有些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我們每一個臨場研究的procedures 我們都是有寫好standardized 怎樣去做的 那大家去用同一個方法去做 亦都我們希望這樣可以keep到我們的質素 那有了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在每一個的protocol specific的procedures 那方面 那相關的法例當然我們是會跟 那四大的我們叫做gold standard 我們一定會跟的 做臨場研究的時候 那另外我想提一提就是 就是剛才我說的site monitoring 這裡我們是一定會做的 做一些我們叫做 剛才解釋的source data verification 那另外就是 在開始這個study之前 我們臨場研究中心 會train那個研究團隊 就是那班醫生 就是investigator 和一些研究護士或者助手 去make sure他們是明白 整個study怎麼做 以及各種很details的procedures 才開始做臨場研究的 那還有數據的管理 就是大家可能 如果未做過臨場研究 可能就想 我不是用一個excel來collect data 但是如果是去到一個國際性的standard 這個完全不是一個方法 裡面有很多的關鍵 很多的專業的方法去做 遲些就有機會再解釋給大家聽 好 是的 我們看回我們做的中成藥的臨場研究 在中間有什麼困難 或者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 我們都叫做解決到一部分的 例如好像剛才阿南醫生提過 那些中成藥的中成藥 沒有味道 很難做一些假的味道 我們就這麼幸運 我們過往攝裂的中成藥 聞下去也不是想像中的 那麼大陣中藥的味道 也有藥廠他們做了很多的小測試 原來就是將他們的中成藥 和放在那些placebo一起 當然他們要小心分得很清楚 不要混合placebo和active的藥 放在一起 那些placebo 他也有一點吸收到active藥的味道 特別是紙盒的包裝 那麼這個也好 就是起碼有一點給病人的感覺 拿著那盒藥 都有點味道 有點像是中藥的味道 還有我們做了一些手腳 就是我們提到那些investigator 約病人回來的時候 盡量分開他們 就是不要讓他們一齊出現 那一齊出現 他們有個機會 就大家開大家的合約去比較 我聞一下你的套藥是什麼味道 那他的套藥有什麼味道 那如果是這樣即時的compare 他一定會分到 所以我們就盡量希望做 就是我們盡量做到 就是分開病人 就是不要讓他們有機會 他們會看到面的 這樣去做這些 那當然中間都不是很完美的一個解決方法 但是都叫做 有些進展 在這一部分 或者是達到某些效果 另外中成藥 另外一個關鍵就是 因為在坊間是可以買到 又或者你看一些中醫 他會開給你 所以如果是一個臨場研究 那個病人 他會覺得 我有機會 是用到 placebo 的時候 他可能就心想 他未必會告訴你 心想 我出街買 這樣 那就變成很影響 你的臨場研究 那個數據 所以我們就 我們會解釋給病人聽 那個藥 當然他會有機會 是用 placebo 的 那個安慰劑 但是我們會解釋給他聽 那個 active 的藥 那個成分是什麼 還有那個藥廠 是有 GMP 認證 讓他放心去用那個藥 我們也不需要告訴他 那個藥的牌子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可以防止他去買 或者他用一個方法去拿到這些藥 剛才說的是一些 我們覺得都能處理的問題 但是始終有一些很大的問題 都是有待大家在座業界的努力 就是剛才經常提到的一些 我們不知道中藥的 active ingredients 是什麼 變成我們不可以用一個 研究篩藥的方法 用一個 dose finding 的一個 study 去開始做 所以我們有時候想 有時候有些 study 出來的效果 如果達不到預期的那個藥效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都在想 會不會是那個 dose 出了問題呢 是不是那個 dose 那裡我們掌握得很好呢 那這方面 始終我們要知道那個 bioactive 的 compound 才可以在這方面 define dose 的這方面做得好一點 那這裡或者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大家未做過西藥的臨場研究 我們很多時候 phase 1 的 study 都是會看那個 dose 的 我們會用一些 我們會看那個 maximum tolerated dose 或者是 optimal biological dose 這一類 以及做一些 PK PD 的 study 但是這段時間 或者是說好像昨天 我聽到張院長說的 他們現在正在做很多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中藥的一些研究 最終的情況 以及我們本地 比如呃 呃呃事情 他們都是在做這一方面的研究 希望是找出那個 bioactive 的 那個 active 的 compound 呢 和是那個奴力方面的情況 我相信这里我们不久将来会有很大转机的 另外就是我们想 可能有时候临床研究 我们太过用一个西约的角度去看 因为中约很多时候我们很强调 是症状方面多于医疗病 也就是呂教授或者她的团队 也有做过以往的一些研究 将病人分类 如果病人是 如果那种中约是属于寒、热 即是适合寒的病人、热的病人 对于临床研究的结果是有帮助的 就是用一个最试验的特别的中约的方法去做 也随着最新的Department of Health的要求 未来的临床研究我们就不可以像以往那样 是不加入一些中医师的 就是我们都要加入一些中医师去 work as a co-investigator 在这方面 这个中医师我会想到 在这里他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在include subjects的时候 选择选subject的时候 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中药的药理的 寒、热、粮这方面的病人 就变成了更加对试验有好处 有点过程,不好意思 我想我们在香港大学 临床研究中心 或者我们整个香港大学 我相信我们是很有信心去做好一个临床研究 刚才说的很多的pre-clinical的一些development 例如是找出个bioactive的compound mode of action 这些绝对是有助我们将临床研究做得更好 这是我今天的小小分享 时间比较有限 希望未来的时间可以多些时间 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或者跟大家多多学习做中药的临床研究 多谢大家 多谢谭博士和我们分享